本週明是秋冬流行穿搭PART3 由知名造型師劉大強 彩妝王子小凱接棒 大家好 我是造型師劉大強 很高興今天又在蘋果副刊跟大家見面 来跟大家分享今年秋冬男裝的流行趋势 首先老师说层次感很重要 可选择围巾等单品来搭配 比较大的披肩或斗篷 其实都可以运用一些比较粗针枝 或是比较毛料 比较重磅束 去增加你整个在秋冬的一个分量 运动风人是今年的主流 运动风其实在今年秋冬运用了很多 比如说它有一层的拼接 包括是可能尼龙或是毛料的拼接 或是在整个视觉上 效果上 它也是呈现是一个比较立体剪裁的一个效果 有像是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的 比较简形的轮廓 在今年秋冬在运动风池上这个部分 我觉得运用的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也鼓励亚洲的男士 能够多尝试这样的一个简形的 一个overweight的外套 其实会让自己的身形变得更有形 然后更强壮 大强老师也难得尝试不少正式的西装造型 有点浪漫流行的那种贵族的感觉又回来了 然后几何风的一些拼接的一个布料 或是像是毛料 设计师运用了很多的立体剪裁 让整个感觉变得比较利落 包括是可能在身形的剪裁上 或是让我们的比例是会变得比较高挑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凯老师 招牌搭配黑白灰三色的小凯 精神用不同材质来搭出新意 可以运用那个材质面料的质感去做混搭 可以创造出就是黑白当中 比较有趣的那个造型 可能是白色面积跟黑色的比例之间的 比例的游戏或对比的那个范围 去创造出不同的那个身形 在这个黑色全黑的状况之下 有的是比如说牛仔的黑裤 配上一点叫有点撕料的宽松的上衣 就是一样是黑 可是它一个是雾面 一个是有分光的 所以它就有不同的层次 本次穿搭则着重正式与休闲的混搭 小凯说随性的搭配 并且全身正装更有独特风格 它有很简单的 比如说卫衣或者是内搭配一个 比较正式的风衣或大衣 或者是甚至正式的西装外套 都会比较有型 而且比较有个性 然后穿起来是既自在轻松 然后又有正式的时髦的感觉 几乎没有完全正式加正式的东西 都会有一个比较随性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颓废的东西 配上一个比较华丽的元素 让它也相融在一起 整体的造型 我觉得对于秋冬的男士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的方法 董新闻人帅总穿东帅 报道5